哈囉 大家好 我是Albi 三包媽咪 過年快到了 大家準備好大掃除了嗎 最近啊 我在做一些小小的實驗 因為我在網路上面發現了一個 天然無毒的東西 清潔成分 大家都知道 小蘇打粉 檸檬酸 我最近發現到一個叫做過碳酸辣的清潔成分 可以說它用來清潔洗衣機 還有環牆的污垢 還有小朋友的衣服 平時上面那些網購啊 都非常的有效 於是呢 我就上網 Google 了一下過碳酸辣的部分 發現 欸 拍麥跟蝦皮的部分都有在賣 我就立馬下定了一個動機 然後呢 今天我就要來試驗看看 看這些 是不是有效 網友上面說的一樣 這麼的神奇 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我們要先清潔一下洗衣機 把水的部分呢 先把它澆到最滿 倒入四大湯匙的過碳酸辣 然後開啟洗衣機的轉動模式 大概轉三至四分鐘 靜置四個小時之後 你就會發現 髒東西開始慢慢浮起來了 然後再把那些可怕的髒東西 用網子把它撈起來 就開始清洗模式 清洗當中如果有沾東西一直冒出來的話 你就把它撈點 洗衣機真的乾乾淨淨了耶 第二個實驗是日式磁磚的黴菌 用半碗的過碳酸辣溶解成糊狀 浴室的磁磚的黴菌 真的好可怕 把過碳酸辣敷上去之後呢 你會發現它開始產生泡泡作用喔 一個小時之後 就可以輕輕的把它殺掉了 完成 看看是不是差很多 我第三個 要實驗的就是 小朋友 上課的衣服 你看 來看看有多髒 這些污垢呢 我平常丟洗衣機的部分 其實都洗不太掉 所以呢 就來用用看 過碳酸辣 可不可以把這些東西全部都洗掉 放一些溫水 一些過碳酸辣 接下來大家有沒有發現 過碳酸辣的清潔效果 真的還蠻不錯的 其實啊 如果你在外面 去買一些洗粉 你洗衣服 你會發現 裡面都會有含過碳酸辣 其實過碳酸辣是很好的漂白粉 只是說 因為外面一些洗衣機 跟洗衣服 會額外添加一些 見面或洗衣機 或者是相機相量 對身體 還有對環境 都非常不環保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單用過碳酸辣的部分 就可以去打到清潔的效果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別忘了幫我分享 訂閱還有按讚喔 下次見 掰掰 再見 有種辣的功能 的 就是 有些什麼 分別